县议会国民党团今天出示县政府1月3日 和去年12月22日的发文 一张是陈俊宇违反七预计划法 一张是陈俊宇涉及违章建筑 如今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想必陈俊宇已经收到该公文 但却仍坐视不管 所以希望说你要参与法委员 政党要以身作者知法所法 不要知法玩法弄法 这点请我们担好参与人 可以经济体制 我快将你这些事情做好处理 不然我相信全民会来透气力 不然来参与你作为我们严重的代言人 去立法院做立法相关的工作 这点再度我们担忧 我们的好参与人 可以做好这些事情 当然目前这些政党这两个公文 可以看出来违反七预计划法 和违章建筑的部分 立立在乎这是最近管府所发出来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查证 我相信你管府的共心力 有十堆罪道说你这个部分 这是千金目角的违章建筑 和违反七预计划法 希望说我们冠军 我们一直没有将人民放在民进党执政的一个中心中子里面 一直想图立他们民进党个人的这个贪腐 所以我感觉说我们现在专民 在将会十三应该来下架民进党 不要再给民进党贪腐妄罚的一些形势 希望全民一致下架民进党 让我们在野党再来执政 党团指出政治人物守重诚信 请陈俊宇以高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不要用选举很忙 或是尚未确认违建范围来回避 违章是事实 请陈俊宇坦诚面对 在选前主动拆除 并向所有宜兰乡亲来道歉 选前骗骗 选后去掉了 选前骗骗 选后去掉了 这两天我们也有很多去代表的民族 也都去检调 叫去调查 叫去媒体 只有这种的手段 我们认为我们的民族 一定要睁大我们的眼睛看清楚 他们这种就是一个双棋的手段而已 希望说 尖队刚才私立党 他所说的 他自己选前的时候就说 他都没有为情要去掉了 是不是说他改双要去掉 他就要去掉 事实跟当就是都要去掉 林靖坤 林郝選人 他他减计 所以说今天 我们的改双要有这么的公文 另外 他也有去给他 甚至于 我们的黄振婷 在公办政见的时候 也有公开给他媒体 我们丹春路好专人 他都必重就轻 所以我们希望 他要说给他清楚 他不是说要听吗 要听什么都没听 他是不是在骗台中 这是不是要给我们的民族 说给他清楚 说清楚讲明白 对此陈俊宇指出 县政府原先认定的违禁 已经自行拆除 县政府现刊后也来含 确认他已拆除 但是目前违章范围上有异议 等待确认范围之后 就算只拆到剩下一瓶 他也会拆 县府原先确认的违章 我已经自行拆除 而且县府也现刊 并来含确认已经自行拆除 但目前违章范围上有异议 在确认违章的范围后 就算拆到只剩一瓶 我也会拆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先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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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福先采访报道